到了下午三點多加油站開始湧現車潮 不過奇怪的是人工加油空蕩蕩 車輛幾乎都擠到自助加油區 自助比較划算 相對划算 自助可以省一點 現金好像省八毛還是一塊 能省多少是多少 因為九月油價漲不停 以中油九五五千汽油來說 九月三號每公升三十點七元 一連十號十七號兩週都各漲一次 如今在公布十月一號起 每公升漲零點五元來到三十一點五元 一個月漲四次是近四年來新高 油價創新高 業者未來要維持盈利呢 特別推出只要用指定的聯名卡 再加上自助加油 最高每公升可以省到三點二元 不僅自助加油 每公升省三點二元 人工加油搭配指定卡 也能每公升省三元 以填滿五十公升油箱來說 就能省下近一百五十元 很多人用這個嗎 很多耶 尤其是 是因為最近油價比較貴 對 因為它越長越貴 擔心沒指定卡的話 還有業者推出 只要使用行動支付 就能每公升省三點二元 推出後衝出近萬筆交易 業者決定延長活動 三點二還算不少啦 百分之十啊 那當然好啊 當然好啊 當然可以省錢比較好啊 十月高油價 業者只能推優惠搶客 臺亞憑會員卡 將一點二元加贈紅利 西歐 臺亞 福茂 推滿千送百加油金 全國除了行動支付優惠 滿888再送商品 統一蘇麥樂憑聯名卡 紅利十倍 狂推優惠民眾荷包 可以小小直寫 但大家更擔心的 恐怕是油價分漲後 將會引發的民生物資漲價潮 接著另一位王南宇 泰泡到